禁棚工業一場惡火 毀了七個家庭 更奪走五名打火弟兄姓命 兩名小隊長的家屬 在臨堂前崩潰痛哭 怎麼也想不透 心愛家人帶隊打火 禁會一去不回 他說媽媽我要上班了 罹難小隊長 一個是平正分隊李翰林 父親是退休消防員 跟哥哥李龍潭 一起投入消防救災工作 兩個兒子也決定追隨他 另一個小隊長尤耀陽 兩個兒子才就讀國小 上個禮拜跟家人開心慶生 不久前還帶全家人 到馬來西亞出國玩 如今天倫夢歲家沒了 情緒大家都是蠻難過的 但是也會為他感到開心 因為他是為了救人 我跟哥哥都是想要考警校 因為爸爸也有鼓勵我們 有哪些缺失 哪些錯誤 我們仍然會配合地檢署 把所有的救災過程 以及火災發生的成因 那個攤在陽光下來呈現 家屬聲聲呼喚 已換不回心愛親人 如今英勇異銷 為國捐虛已成不變的事實 家屬只期盼檢方能承諾 別解剖 留給救難英雄 一個全屍 讓他們一路好走 記者劉士維 少子洋洋文欣 桃園報導